花冬风年季进入最后尾声 选在中秋月圆之际 花莲县玉里镇色冷部落 从28号起一连三天举行风年季 非常热闹 色冷部落位在玉里镇的大雨里 原住民族户数大约有50多户 但实际集在人在的户数有30多户 族人多数以务农重到居多 但是轻壮人口外流的状况也非常严重 部落的风年季 每年固定在中秋节年假期间举行 灯也没有路灯 也没有什么油灯 就是什么 玉里高外 我们的版材贫穷 因为在春秋节呢 越远又亮 所以他们每次跳舞的时候 就用我们的芦苇啦 阿西匙在中间烤火 就烧个亮灯 而且月亮又特别大 所以定选在那个8月15号 来举行这个我们讲的风年季 就是这个原因 记忆第一天在举行祈福仪式后的下午 部落青年团特别进行报讯息 一一到族人家吟唱跳传统歌舞之后 由团长特别向族人宣告 部落的风年记忆已经开始 并请族人共襄圣举 共同传承部落文化 就是因为以前在没有手机 没有通讯软体的时候 然后就是为了让族人们知道说 我们今天要风年季了 造极族人们 所以我们就会用叫年轻人去到每一户 去报讯息 让每一户的人家能够来到会场来参加我们的风年季 现在为了 现在已经有通讯软体了 但是很方便 但是为了要让这个文化传承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这个传统的这个报讯息的东西 继续保留下来 1.3天的记忆 部落除了举行祈福 暴训 传承 传统歌舞 生活技能文化外 最后一天将办理本土语言活动 以剧场形式展现成果 一起找回熟悉的语言 记者高双双 与你正采访报道